李冰冰曾是华裔的,却爱上小十几岁白领 近日年近五十的李冰冰向媒体透露 她已经和相恋四年的男友许文男分手 二人是和平分手 李冰冰还大方地表示 我们已经选择分开了 虽然情感关系上不再是恋人 但是成为了更加情于骨血的亲人 随番感天动地的分手宣言 不愧是出于李冰冰之手 分手都能如此是情话意 对于如今年满48岁的女人来说 这段感情是来之不易 可是对于李冰冰来说却是宁缺勿滥 细数李冰冰一路的发展和她背后的六个男人 就知道李冰冰一路走来在感情世界里有多么丰富 李冰冰成长在哈尔滨的一个小山村 小时候家里没水没电 她和妹妹李雪没少吃苦 虽然家里穷 但李冰冰的老爸却兴奉棍棒底下出孝子 对李冰冰也没少动手 因为害怕挨揍 李冰冰学习还算努力 后来考上了黑龙江基西市师范学校 毕业后成了一位幼儿教师 在基西师范上学时 再参加一个晚会节目 李冰冰的表演让演员高强眼前一亮 高强找到李冰冰 建议她报考上海戏剧学院 通过高强的引导 李冰冰通过自己的努力 还是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 成了人权的同学 李冰冰就这样圆了她和她爸妈的大学梦 于是1993年 李冰冰考到上系 与人权 廖帆 李玉 海一天等人 成了同班同学 在平日的生活和学习过程中 非常照顾彼此 一来二去 他们就逐渐熟络了起来 成为了彼此的相知好友 李冰冰无论是选择剧本 还是说去参加什么比赛 穿什么服装 都会和自己的好朋友人权商量 在她的生命中 人权成为了她人生中的导师 而人权在商业发展上更加的有天赋 慢慢的 在李冰冰的事业越来越红火的时候 大家也将关注点放在了她和人权的身上 众人都觉得他们才是最合适的恋人 他们应该走在一起 两人也经常传出绯闻 李冰冰和人权的绯闻当年是越传越真 两人也丝毫不惧传闻 甚至在毕业之后还合作了一部收视率超高的电视剧《少年包青天》 关于这条传闻一直传了二十多年 两人也却坚决予以否认 只说是好朋友 李冰冰刚上大学那会儿 因为家里穷完全是个小土妞 不会打扮 时尚度也不够 错过了很多工作机会 直至1996年 她的母亲突发心脏病 家里需要大笔的医疗费 李冰冰才改变了成名的策略 这一年李冰冰学会了打扮自己 也认识了大她十岁的房地产富豪石涛 恋爱期间 男方也给女方送了不少东西 甚至送房送车 但因为男方很有势力 这件事情还是很神秘的 在李冰冰刚毕业那会儿 是石涛不惜砸钱 找人卖 给李冰冰牵线搭桥 李冰冰才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大众的关注 据悉石涛还曾经向李冰冰求婚过 只是彼时的李冰冰最新事业 不想太早结婚就拒绝了 当然这只是房间流传的八卦 并未得到当事人的证实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石涛和李冰冰渐行渐远 似乎也印证了石涛求婚不成 两人分手的传闻 而之后的李冰冰在拍摄《天使之城》的时候 与男主朱孝天传出绯闻 这件事后来被媒体吵得沸沸扬扬 李冰冰方面紧急出来辟谣 说是朱孝天借李冰冰进行炒作 但是朱孝天方面并没有对这件事做出正面回应 他俩当时到底有没有事是不是炒作 我想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 后来李冰冰因出演蝴蝶飞和同事F4成员的周渔民 也传出过绯闻 当时的周渔民曾坦诚在拍摄电影时 和李冰冰有过电的感觉 而且二人之间的举动也是非常亲密 所以当时李冰冰就成了周渔民的绯闻女友 而当时周渔民和大S已经分手 此事似乎更有了实锤 不过后来李冰冰坚决否认了这一传闻 在1994年出道的李冰冰 仅仅用了六年时间 应出演过年回家拿下了最佳女主 不过此时周迅和赵薇等一众小花 发展趋势都比李冰冰好 所以李冰冰的妹妹不服气 觉得自己的姐姐李冰冰比她们都有实力 为此李雪成为了李冰冰的经纪人 在冯小刚拍《天下无贼》时 硬是凭自己的手段 给李冰冰拿到了燕贼小夜这个角色 李冰冰更是凭借这个角色 入围百花奖的最佳女配 不过之后三年李冰冰都是陪跑 陪跑三次引得她失声痛哭 这让李冰冰认识到在娱乐圈没背景 没实力 也没有出头之日 于是她跟妹妹看向了有金牌经纪人之称的王金花 当时的王金花正带着一众大热明星跟华裔合作 当时她来到了华裔旗下 当时李冰冰和华裔老板王中磊的关系非常不错 而且她也拿到了不少的资源 不过李冰冰的感情却还是让人难以琢磨的 对于那些与她有关的绯闻 她是怎么也不会承认的 可能她考虑到了自己的事业吧 意想不到的是她在2017年和一个小鲜肉公开了恋情 而且男友还比她小了整整16岁 当时很多人都表示非常惊讶 李冰冰和对方是在人权的聚会上相识 冲破年龄的禁忌相爱 2021年3月4日 向往的生活片花曝光 李冰冰和人权一对20多年的老友现身回忆往事 畅谈未来曝光了很多现实问题 其中之一便是李冰冰和小16岁男友分手的消息 李冰冰坦言虽然已经分手 但感情却像家人 以后也会互帮互助 也许从小缺乏安全感的李冰冰 并不是想仅仅找一个伴侣 她只是在寻找一种安全感 一种比她自身还强大的安全感 只是具有这种强大安全感的人 才是她最终的真命天子 才能真正陪伴她一生 最后也祝福李冰冰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吧